男子點收千元大鈔 三千塊錢 足足等了四年才到賬 台南有兩名男子 因為沒有清除住家積稅 導致病沒聞 解決滋生 被衛生局開罰了三千 衛生局拖了四年 才移送到執行署 台南分署開出通知書之後 兩人迅速絞金 雖然經過四年多 不過仍然在五年的執行 期間的範圍內 那本分署已經請了衛生局 針對此類型 預期不理行的案件 能夠儘速移送執行 因為行政執行法規定 從裁定處分日起算 超過五年就不能再開罰 總計大約四十張 帶吹腳 但今年台南登革熱 截至十六號 已經累積八個確診案例 分別在仁德 東區 永康都有個案 機管署長 莊仁祥 親自南下視察 防治同仁加強動員 擴大資深源的清除 另外高雄也針對北高雄六個登革熱的熱區 預防性噴藥 那我們高雄市的北區有那一個六個區 我們已經做了防火牆 那針對原來高雄市區本來就是登革熱 耗發的地方 我們其實針對菜市場 工地 還有我們的夜市 學校 都要特別注意 美雨季節加上天氣越來越熱 南台灣嚴防登革熱 若民眾出現發燒頭痛 皮膚紅疹等症狀 除了驗NS1快篩 也別忘了 儘速就醫 三立新聞黃大衛王少宇會篩 台南高雄不倒